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景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习近平启动外交反思 战狼要撤火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敦促中国官员为国家塑造一个值得信赖 可爱和值得尊敬的形象 这一迹象表明 北京可能正在寻求缓和其强硬的外交手段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周一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表示 国家必须广交朋友 团结广大人民 不断扩大于了解中国 对中国友好的人们的朋友圈 北京在与世界的交流中需要把握语气 应该开放和自信 但也要谦逊 这些言论表明 习近平可能正在重新思考 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沟通策略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努力改善 因其前任的美国优先政策 而受到削弱的美国 习近平则抛弃了中共几十年来的韬光洋晦战略 转而采取所谓的大国外交 中国越来越多的通过贸易措施 履行禁令和外交抗议 来反击外国对其所谓核心利益的侵犯 这一种做法被批评为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也被指责是与欧盟和菲律宾等似乎愿意 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伙伴 在外交上遭遇挫折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前任外交官 王毅为说 中国更加自信的外交是为了回应那些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西方人士 但他说这未能让国内和国际观众都满意 他说疫情发生后 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恶化 这需要认真对待 中国需要被世界所接受 才是真正的实力增长 在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争端中 这一举措是否会对中国的政策产生影响 仍有待观察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10月份对1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 对中国的看法急剧转为负面 王毅为说 中国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嘲笑其他国家未能遏制新冠疫情却太夸张 从而引发西方的愤怒 关于国际交流的讨论 包括弗兰大学教授张维伟的一场演讲 张维伟也是中国治理模式 优于西方民主的坚定倡导者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政府顾问王文表示 这是中共政治局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 他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捍卫其海外利益 王文说 中国领导人认为 形象的歪曲已经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 领导人希望各级政府都要重视国际交流 发挥积极作用 进行国际传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搞内循环 中国青年宣扬躺平主义 当局不安 据法广报道 百年建党大庆临近 习总书记准备二十大继任 突然冒出一个不三不四的躺平主义 躺平顾名思义 款款躺着 无欲无求 据说是与之前时髦的另一个词内卷对着干的 但是这个躺平主义让当局隐隐不安 发自知乎论坛的躺平主义宣言很简单 号召青年们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结婚 不生娃 不消费 六不主义 维持最低生存标准 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 躺平一词最早应出现在百度贴拔 一篇已被删除的题为 躺平既是正义的帖子 内有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 那我可以制造给自己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 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豆瓣后来建立了躺平小组 但是躺平小组现已被删除 躺平主义宣言多少有些愤世嫉俗 却引来了难以想象的共鸣 有种解释是站不起来但又不想跪着就只有躺着 站不起来因为生活成本太高 压力山大 高房价高物价工作难求 遑论结婚圣子 站不起来跪着求生好不 不 很多年轻人还不愿意丢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剩下来的就是躺平 维持最低生存状态 躺平是一种无奈 躺平也是一种不屈 躺平一词出世后 有躺平主义 躺平哲学 微信朋友圈还流传着中国躺平诗歌流派大展 开手就是 今天你躺平了吗 号称 我躺故我在 一起躺平 一起爱 其中有首诗写道 躺平是为了不弯腰 躺平是为了不下跪 躺平是横向的站立 躺平是挺直的脊梁 如果像诗里写的这样 还是蛮有点傲骨的 关于躺平的表述有多种多样 也有人从另一种角度去看躺平主义 躺平不是躺在床上啥也不干 而是降低欲望不再过分追求 回归最基本的生活 网上议论纷纷 有人批评与躺平 与其躺平颓废 不如挺身行动 有人则以为金上开道车 文革2.0再起 政治高压无孔不入 在这种情况下 躺平并非颓废 而是一种消极不合作 自有其价值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 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 让两颗韭菜生三颗小韭菜 原本不许生孩子 现在镰刀发现韭菜快断根了 赶紧忽悠多生孩子 网络轰雷表明 韭菜们就是躺平了 在高消费中奢侈比阔绰比得难以透气 内卷化的中国社会 躺平主义忽然让人领会到 其实不必强做什么 据说刚开始还有官方的舆论 对这些人自己躺平自己的倒也不在乎 甚至表示尊重他们对生活态度的选择 但躺平引发共鸣声大震 情况就有了点变化 南方日报日前发布题为 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 抨击呼吁年轻人抵制消极情绪 环球时报 环时 瑞平5月28号讽刺说 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 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叫醒 官媒还发文施警 认命可以 躺平不行 谴责躺平主义是很有害处的毒鸡汤 官媒为何如此说 有人分析说 躺平主义分明透露着一些不合作主义思潮 躺平是觉醒 更是不合作 觉醒不合作 中国就有希望 独裁者是最警惕的 还有人认为 为维稳计 中共当然乐见消极无为的乙族繁荣 但如果危害到社会主义割韭菜需求时 就又另当别论了 要实现百年复兴大梦 你在那里躺平不算 还要鼓吹一伙子都来躺平 官方是不会放过的 有人认为 躺平的出现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挑战了官方的价值观 在党国一统的中国 任何不顺从的苗头 或者可能孕育一种反对 甚至反抗的萌芽 官方都十分警惕 豆瓣上那个躺平小组被炸了 页面不存在了 还留着一行小组简介 躺平是一门哲学 躺平是一种艺术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 以不变应万变 躺平小组被炸 躺平者四散了 到处都是 网络上有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 一位躺着的青年女子在说 年轻人躺平到底惹了谁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生活有多倒霉 年轻人不缺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年轻人缺的是奋斗路上的那锁光 美国FDA前局长称 病毒源自实验室十分常见 溯源无异议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白宫正促请世界卫生组织 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格特利布表示 新冠病毒极大可能由武汉实验室泄露 指这类意外经常在实验室发生 但他表示 各国已有能力处理病毒传播 确认其源头也不会对抗疫有太大作用 在川普时期担任美国FDA局长 目前是辉瑞药厂董事局成员的格特利布 接受CBS访问值 科学家把病毒源头指向自然界的证据十分薄弱 病毒需经过一种动物成为宿主 再传播于人类 然而我们至今仍未能找出这个宿主 他补充说 世卫调查已否定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发源地 所以病毒来自大自然的机会进一步缩小 他续称 实验室意外时有发生 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相当高 即使在美国也发生过实验室意外 在中国最近六次已知的SARS-1病毒均源自实验室 中方最初也不承认病毒源于实验室 德特利布继续说 中国拒绝提供证据来反驳指控 他们可以提供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血液样本 原始病毒株 一些早期样本供我们排序 或者提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清单 以正清白 但他们拒绝提供任何证据 无毒有偶 华尔街日报日前揭露 早于2019年11月 三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出现类似新冠症状 德特利布认为 该实验室管理不善 但又进行高风险实验 该报道更能加强病毒源于实验室之说 不过他坦言 寻找病毒来源 对研究如何应对疫情并无太大帮助 不管病毒源于大自然或实验室 不会对防疫或抗疫措施有太大影响 而且我们已经对这个病毒有了足够的了解 也有足够的经验去处理它 他补充 若然病毒源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成立 将有助加强实验室的安全措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被中国抛弃 H&M上海旗舰店关门 据自由财经报道 瑞典服饰品牌H&M日前 因新疆棉事件遭中国广大消费者抵制 有中国媒体消息指出 H&M上海旗舰店 以及在中国核心商圈的部分门市已经关门 且今年以来不断遭到当局行政裁罚 显示H&M的中国业务持续受到新疆棉事件的影响 中国时代财经报道 作为H&M上海旗舰店的南京西路门店 已因租约到期停业 这家曾被寄予厚望的门市 于2011年5月开业 一直是限量与联名产品的首发门市 时代财经透过中国网购社交平台小红书发现 早在今年4月就有房地产中介挂出 H&M南京西路店进行公开招租 某地产中介透露 该店是在今年3月决定关门 目前已有品牌在谈进驻 已服势累居多 报道指出 除了上海南京西路店 位于广州中央商务区核心商圈高德质地广场的门市 目前也已大门紧锁 与该店紧邻的华为专卖员工指出 这家H&M门市在今年4月就已关店 H&M新疆棉事件之后 这边都没有生意了 同一层楼的美妆品牌销售人员也称 据说是商场不让继续做了 时代财经发现 尽管大门紧闭 但门市内部的陈设依旧维持原样 并未进行清空处理 高德质地集团优托邦招商工作人员则表示 该铺位已经开始接触新的品牌商 除了关店 H&M在中国还面临多次行政财阀 根据天眼查显示 H&M关联公司海恩斯莫里斯今年已受到五次行政财阀 处理理由包括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产品 为标明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 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 生产销售产品中 夹杂 掺杂 掺甲 以甲冲针 以刺冲耗等 时代产业独立分析师黄凯指出 快品牌因品质问题遭行政处罚较为常见 但与其他涉及新疆棉事件的品牌不同 H&M是该事件的导火索 因此承受更为致命的风险及舆论压力 黄凯预计 H&M在中国的门石数量将进一步减少 虽然不具毁灭性打击 但也一定是雪上加霜 中国开放三胎 张艺谋妻自嘲 超生曾被重罚800万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31号宣布 将开放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曾因超生遭官方重罚的知名导演张艺谋的妻子陈婷 随即在微博发文 自我调侃说提前完成任务 张艺谋的工作室官方微博也转发陈婷这则贴文 张艺谋2013年遭提报 与陈婷育有两子一女涉嫌超生 并在2014年缴纳748.7万元人民币的计划外生育费 及社会抚养费 张艺谋夫妇并为此事公开道歉 陈婷2013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她与张艺谋相恋于1999年 因担心媒体曝光而没有领结婚证 三个孩子分别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出生 两人则是2011年才领结婚证 因此三个孩子都属非婚生 陈婷表示曝光之初 夫妻俩措手不及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她也说导演当时在剧组拍戏很忙 而我在家里 两人没办法长时间沟通 我觉得回应会引起较大反响 可能对孩子生活和议谋工作造成影响 后来我们决定必须坦诚面对 共同承担责任 张艺谋事发后也接受央视采访 面对镜头承认超声并向外界道歉 不过陈婷与张艺谋 这则微博贴文引起中国网友不同的反应 有网民称 你们受委屈了 这就是所谓生不丰时 还有人说 让他们退钱 问罚款能退不 也有网民认为 陈婷转发此图是故意反讽 批评他脸真大 明明是违规 还说自己完成任务 提钱就是违法 不跟国家政策走 还秀制 目前中国广东省正面临 本土疫情复燃的严禁情况 当地已经开始实施限制措施 但是无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中国江苏省 还出现的全球首例H10N3 请流感传人案例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今天通报 此案例为江苏省镇江的 41岁男性 4月23号出现了发烧等等症状 4月28号 因为病情加重 被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患者病情稳定 中国疾控中心5月28号 对患者样本进行检验 结果VH10N3病毒阳性 江苏省政府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观察 在当地展开紧急监测 均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目前已经要求江苏省进行防疫防控 并且组织专家小组进行风险评估 专家认为 H10N3未具有有效感染人类的能力 在秦苗之间也属于低致病境 此次疫情为一次秦传人的偶发性跨种传播 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但是也同时提醒民众 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接触病死家禽 尽量避免直接的接触活情 注意饮食卫生 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出现发烧及呼吸道症状时 应该要戴上口罩尽快就医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于公开场合多次演说 重申中国威胁的严重性 最后报道指出 拜登于当地时间5月28号 在维吉尼亚联合基地 对从阿富汗撤军的美军发表演说 提到了他过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的时间 是比任何领导人都还要多 而过去习近平就坚信 在2030年或者2035年之前 中国将会拥有美国 因为专制国家可以迅速地做出决定 对此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 外单近日演说所指并不寻常 对到习近平早在数年前就公开地 想要重新定义美中两国关系 含蓄或者半含蓄地 表达中共想要取代美国 建立中共领导的世界新秩序野心 而2035年这一个年份 也是中共当局不断提出的关键年份 唐靖远表示 可以借此观察到 或许在习近平眼里 当时见面的拜登 是一个毫无任何威胁的老头子 所以可以开这种近乎于 带有侮辱侵略性的玩笑 还有中国公开称 经济上超越美国 唐靖远解释 超过和拥有是两件不同的事 前者代表竞争 后者代表的是邪恶的窃取 过去拜登可能从未认真的 看待习近平的发言 但是近日公开向美军演说 再提到此事 拜登可能知道 习近平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而在美东时间5月31号 阵亡将士纪念日 拜登又再度发表公开演说 他又一次提及 民主在美国和世界上 都受到威胁的议题 是不断地要提醒 目前的国际情绪 所面临到的思想 与制度上的严重冲击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 综合中共当局近来的战狼外交发言 使得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下降 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再度呼吁 重视国际宣传的重要性 中央社报导 习近平在昨天提出了 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并且提升中国在重大问题的对外发生能力 他强调了 要深刻的认识新形势之下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 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另外也要加强中华文化感召力 中国形象亲和力 中国话语税不利和国际舆议引导力 并且表示到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 不断地扩大知华有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生能力 从习近平近日的发言就可以看到 中共当局对大外宣的重视程度 近来欧美国家已经加强了对中国大外宣的警戒心 但是综合报导指出 根据美国司法部5月24号所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 中国官媒中国日报 在过去六个月的广告开支 从330万美元大约的增加到450万美元 政府超过36% 其广告大量的刊登于美国知名报章杂志 包括在时代杂志 洛杉矶时报 金融时报 外交政策杂志 就砸下了超过160万美元的广告费 此外又以100万美元委托芝加哥论坛报 侯斯顿纪时报 波斯顿环球报 等等多份美国报章 印制自家的出版刊物 美国保守派网媒《华盛顿自由灯塔》指出 这些无视政府警告 仍然与中国日报等等的中国官媒合作的美国媒体 大多都有财务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周表示 他已经下令情报单位调查新冠肺炎起源 并且在90天内要对他成交报告 他同时提及了 美国也将继续与全球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施压中国参与完整、透明 且基于证据的国际调查 并且提供所有相关资料及证据去的途径 在拜登政府展现强力追查病毒作源的同时 对于新冠肺炎爆发的起因 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控也甚嚣成上 而《每日邮报》最新报道 根据白宫官员的说法 拜登已经下令能源部暑假17个国家实验室 协助情报机构彻查病毒 是否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 拜登政府挑选这些顶尖实验室协助调查 是因为这些实验室都有先进的超级电脑 可以分析大量的以前没有检验过的数据 美国政府并没有透露 都提交了哪些数据送去分析 但是消息人士指出 这些数据很可能是先前搜集的情报 例如讯号拦截或生物证据 美国情报机构定期搜集的原始数据 多于其分析师能够有效挖掘的数据 在海量数据中寻找模式的高级演算法 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党边史卡利斯 与200名的共和党议员联合致函 要求众议员议长佩洛西 只是由民主党领导的委员会调查中国是否参与制造的这场疫情 公开信中写道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场疫情来自于中国实验室 而中国共产党掩盖了疫情 在美国方面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指控持续俯上台面之时 去年流亡美国的中国病毒学家闫丽梦的名字也再一度出现 闫丽梦自七年起频频地指控新冠肺炎 源自于中国军方实验室 却遭到美国主流媒体赤为阴谋论 前美国总统川普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近日也发声力挺闫丽梦 他指出闫丽梦冒着巨大的风险 说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真相 另外闫丽梦近日也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NewsMix的专访 主持人指出了 闫丽梦去年对病毒起源发出警告 指这是源自于实验室的人工制造病毒时 不仅相关的言论被社交媒体封杀 还被美国事实查核组织Political Fake 赤为说谎者 但如今每个人都针对病毒的起源有相同的疑问 闫丽梦表示 他在去年1月起揭露病毒真相之后 其实不确定能否看到这一天到来 因为病毒真相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 中共会汇聚所有力量全力阻止真相被公众于世 他强调病毒是遭到中共蓄意释放 而非从实验室意外泄露 更多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应该要一起合作 向公众展示证据 让人们明白这是解放军制造的新型生化武器 超限生化武器 中共出资出力研发病毒来危害全球 全球需要努力阻止疫情 并且向中共追究责任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